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就是它里面有几百个预言 关于耶稣、世界会发生的事 和世界每日的先兆 这些预言都是非常准确、详细和清楚的 而所有的预言都是预先写定 不是过后保写的 在耶稣未来之前 一早已经写了《旧约圣经》 而《旧约圣经》已经翻译了 做很多不同的语言 还有很多解释《旧约圣经》的书 还有圣殿 他们每周都读圣经 证明关于耶稣的预言 是一早已经写了 不是过后保写的 如果过后保写根本就不是预言 但如果一早很清楚、很详细、很准确的预言 将来发生的事 这个是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的 而圣经是指明耶稣基督是谁 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神的儿子降生做人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而圣经指明耶稣基督是神所挑选的王大卫的后裔 是由大卫开始一直继承长子权的后裔 一直到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最后的一个就是这个救主 如果承受大卫的长子权的后裔 刚刚生到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最后的一个是一个白痴 或者是一个普通人 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应验圣经的预言 因为圣经是说到我们的救主 是充满能力能够医治任何的疾病 并且是完全没有罪的 是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能够应验这些预言 关于耶稣钉十字架 首先是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那里说 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扎的意思就是刺穿的意思 就是圣经一早说定他的手脚被人刺穿的 这个预言写的时候就是 主前一千年就是神感动大卫所写出来的 那时候根本没有钉十字架的刑罚 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种刑罚 譬如中国人有很多种残忍的刑罚 其中一个残忍的刑罚就是灵池 就是将人的肉一片一片割出来 可能割一千刀二千刀 就想他不死受很多苦 但是中国人有这么多残忍的刑罚 但是他没有钉十字架这样的刑罚 全世界都没有的 是唯有中东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有 之前也没有 之后也没有 在圣经这个预言的时候 那时候是没有钉十字架的刑罚 但是圣经一早已经说定 耶稣基督 他的手脚是被人钉穿的 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看得出圣经是知道将来发生的事 关于耶稣钉十字架 第二个细节 就是在诗篇二二篇十八节 那里说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女衣尖架 这里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的衣服会被人分了 这件事也是非常之不尋常的 因为在所有我们知道的民族 在公开行刑的时候 都不会将死囚的衣服脱了 因为觉得是会羞辱的人 和羞辱所有在场的人 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做 但是圣经又很清楚说明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的衣服被人脱了 而罗马人就是这样做的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 是羞辱被钉十字架的人 但是圣经将这个细节 写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因为他们不只是耶稣 才把他的衣服脱了 是他们钉十字架的时候 是会将死囚的衣服脱了 这件事就看得出 这个不是人所写出来的 因为人不知道将来发生的事 这个很明显是神的启示 第三个预言 就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五节 就讲到 因他受的鞭商我们得医治 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 是会被鞭打的 鞭打这件事很多民族都会有 但是未必会相连 两个刑法一起相连 和钉十字架一起相连 但是圣经说明 他又被钉 又被人鞭打的 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 第四个细节 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六节 那里记载的 那里讲到 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 必有一黄的闻来毁灭者 成和圣所 至终必如洪水冲滑 必有争战一直到底 方良的事已经定了 这个经文是非常清楚 说到耶稣被钉之后有什么发生 受高者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会被人剪除被人杀死 然后跟着就一黄的闻来毁灭 这个城和圣所 这个就是罗马帝国的人 来毁灭耶路撒冷和他们的圣殿 那以色列人是很看重 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 那如果但以理乃是凭空写 他不会写一样这样的东西出来 他也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发生 因为以色列人很看重耶路撒冷 如果他说耶路撒冷会被人毁灭的时候 那些人会很憎恨他 但是他是得到神很清楚的启示 所以他说出来 说这个城 耶路撒冷和圣所 他们所看重的圣所 都会被人毁灭 那真是在耶稣被钉之后 同一世代就被毁灭 并且毁灭之后就一直打仗 那到现在这个时代 世界末期的时候 都时时打仗 那些人想和平都没有和平 那我们看得到 就是关于耶稣钉十字架 圣经已经很清楚说到 他被钉十字架的四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就是他手脚被人钉穿 第二就是他的衣服被人分了 第三就是他被人鞭打 第四就是他被钉之后 耶路撒冷和圣所被人毁灭 这些都是一些很详细的细节 并且是很不可能发生的事 譬如钉十字架根本当时没有这件事 那些衣服被人脱了 也是多数的民族 都不会将死囚的衣服分了 然后耶路撒冷毁灭 也是一件他们很不想发生的事 但让我们看到到 圣经的预言真是一一应验 就知道圣经是真神的说话